只要得到虎符 一切便可迎刃而解 虎符 您是让我去到虎符 不行 这太危险了 斯罗 你可别忘了 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 可都是为了你的儿子 成脚 王后可不是一语之辈 若有朝一日 她长了群 第一个 怕是就要拿你试道 好 我答应你 我还不想 你 你 肚子 我 我 你 我 你 谁叫你过来 有火烤 你疯了 脚跟还未站稳便急着铲除王后 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啊 我这样做是为了大局着想 斩草不除根 避留大患 我看你根本就不是为了大局 你是因为自己内心的恐惧 它究竟有什么可怕 让你恐惧到这个地步 你知不知道 昨夜那两个人 都折在了雍门宫 她只是一个失室的女人 杀流如何 人家正在瞌睡 你便去送枕头 若不是华阳太后封锁消息 不让王上得知 今日 王后便可彻底翻身 你在宫中平安无事 不过是她懒得理会 你当真以为自己那点小伎俩 能够和她相争 我警告你 不要再轻举妄动 若是坏了我的计划 绝不轻饶 公子夫不必动怒 我不会再轻易妄为了 虎夫拿到了吗 嗯 拿到了 王上的病情如何 王上的病情又加重了些 近日来 连看文检的精神都没有了 还是让患者令念给他听的 一日有半日都在昏睡 白将军的大军到底何时能到咸阳 他是平叛的功臣 堂堂正正率军回室 不出三日便可到达 蒙傲将军率军攻卫 如今大军正在向高都进发 顾不上秦宫内乱 各郡县驻守的地方兵若无征兆 也不得轻举妄动 王公卫位都已归顺 便只剩下驻守咸阳的护卫军 能不能让手中的虎符发挥作用 便要靠你了 拜见同事 王上接到密报 南郡瘟疫蔓延 其他郡县动荡不安 有人想趁乱潜入咸阳图谋不轨 王上诏令令我全面接管 兵入咸阳 苦福在此 特使大人 这调动守卫咸阳的屯兵可是大事 王上这次怎么不判患者令 或者是王 依秦律 虎符在手 秦王诏令应立刻传达 不可有片刻激流 中卫大人 您是想抗令吗 一个女子竟敢冒充宫中特使 说 武服从河而来 拿下 你们不过三人 就算杀了我 如何能去世四万屯兵 简直痴心妄想 中卫大人 您的父母 希儿 全部亲族 如今都在我们手中 我劝你 还是乖乖和我们合作的好 纵然你杀我全族 我也不会谋反叛乱 吕不韦交横跋扈 把持朝政 王上欲剪断他的羽翼 并行委派大秦相邦 吕不韦怎么会束手就擒呢 请护卫军入咸阳 只不过是想镇压逆臣 以防不测 绝无犯上作乱之心 挟持王上发号施令 纵然不是谋反 亦有夺权之心 中卫大人 我劝你 还是好好想想 再做决定 这些护卫看着都衍生 难道是换房了 是 太后 老奴也发现最近宫中守卫 严密了许多 微微日日在宫内候命 老奴平日要去哪里 从来无人管束 如今换了一批新卫 总是不免一番盘缠 连你都盘缠 这是王上的诏令 任何人出入宫境 都需要接受严密的盘缠 走 我要立刻去见紫楚 王上 该用药了 王上 碧妾知道您不耐烦 可是天下的良药皆是苦口 医师说了 只要再服上几剂药 身子便能大好了 是吗 碧妾怎么敢对王上妄言呢 所以 还是请先用药吧 父王 太太太 让开 太子 这个时候 你不再和师父们念书 跑来这儿干什么 父王 母亲到底犯了什么错 为何要软禁她 震儿 这儿 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回去 太子殿下 王后擅自出宫 惹怒了太后 让她竟私几步 也是太后的意思 你不配跟我说话 震儿 父王 我再问你 母亲到底犯了什么错 为何要软禁她 谁准你这样对父亲说话 为何好处不选 偏选你母亲的桀骜任性 自震儿又是起 便到处受人欺凌 羞辱 那段漫长看不到头的日子 是母亲陪伴我的 我从来只知有母 不知父在何方 自然只会学她 逆子 父王 感谢你送给我的这份礼物 希望你记得 这一巴掌 打碎了我对你最后的敬重 我现在 真的只是个 有母无父的 逆子 太子言行无状 编二十 求于取台宫 什么时候认错 再放她出来 诺 太子 王上救我 死等祸死 父王也看得上 太子殿下 王后不愿毕切伺候王上 才会口出恶言 怎么连你也 耳是何等 无有自知之明 拉下去 别碰我 我自己会走 王上 太子年纪还小 又亲眼看见自己的母亲受罚 所以才会出言不逊 请王上不要动怒 日后好好管教便是 真没想到 她竟是如此狂妄 听她的口气 简直跟她抹气如出一辙 丝毫不把寡人放在眼里 王上 你也亲眼看见了太子的气度 绝对容不下我们母子二人 只怕将来真有万亿 四落出身卑剑 死不足惜 可是承角呢 有一个脾性如此暴力的凶长 将来她可怎么办呀 所以王上 即使您再生气 也请您保重好自己的身体 四落和承角 将来还得仰仗您呢 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寡人累了 想些些会儿 好 拿碧气再重新熬一碗药 王上稍后 来 拜见太后 子楚今日好些了吗 怎么听医师说 她服下的药不太见效啊 太后 王上昏睡未醒 闭门谢客 任何人都不见 包括她的生身母亲吗 子楚说的 太后恕罪 的确是王上亲口所言 婢妾只好冒犯了 我怎么看 你整个人倒是容光焕发 像变了一个人 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发生了吗 这都被太后瞧见了 的确是喜事 王上要废太子 立成脚 你说什么 王后私自出宫 出言不逊 处处挑战王上的权威 连同她的儿子 也一并遭到了厌弃 今日太子闯宫 更是毁掉了王上最后一丝怜悯 这都是他们母子二人咎由自取 怨不得他人 正儿是嫡长子 她从无过错 王上轻易废除 怎么面对宗室 怎么向大秦臣名解释 不行 我要见紫楚 让她给我说个明白 来 太后 你平日不是最爱成脚的吗 怎么突然变卦了 走开 大胆 太后 司罗原本以为 您会站在我这边的 现在看来 比起您向来疼爱的孙子 还是您的儿子最重要啊 既然如此 只好得罪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 以后您便会明白的 送太后回宫 诺 司罗司罗 阮禁王上 胁迫太后 你有没有想过后果 你不顾惜你自个儿 难道也不顾惜 自己儿子的前程吗 太后 我正是因为顾惜成脚 才不甘心在为人与肉 同为爱子心切的母亲 你应该是最能理解我的吧 宋太后 太后 请 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